福建建現在被說你第一次海事的時候 跑出28節以上的速度 現在23號又進行第二次的海事 這次的區域很可能 不是在上海外面 而是到黃海這個地方了 更別說教練10也看到是非的狀態 所以這次會不會訓練艦載機 包括教練10殲15 35 空警600 直20等等的 另外再來看美國的部分 頭疼 國家利益說 這個福特級航母真的很讓人頭疼 你包括每次電子彈射都有問題 這是一個大問題 另外再來看到你光是你的 伯克級的飛彈成本說要4.2億美元 花好多錢 大陸造船又被說世界遙遙領先了 今年第一季的造船來到了年增59% 佔了全球七成 所以造船中文大陸很強 然後軍艦的部分 殲20交付數量在2024年會來100架 2025年來到120架 交付率比美國的F35還高出 250%以下 然後更別說 最近也把好多的間額你放到哪裡呢 放到了福建省 武夷山 這對台灣也是很近 所以如果你現在看 兩邊的軍事的佈局的話 美國因為有很長一段時候 事實上是獨霸全球的 所以他們在海軍的部分呢 是的確慢了很多 所以後來去做朱姆特 就是因為覺得已經沒有 其他龐大的海軍實力 有機會跟他直接對抗了 那麼我們前段子也講過 福建號是2022年6月就下水了 現在已經在做各種各樣的實驗 而相對的你特別拿了福特來比 福特號它自己本身就是 福特級的第一艘船 到目前為止就是剛剛說的 每一次出海以後都回去 有發現更多的問題 所以它並不能夠說 完全解決它的問題以外呢 它的第二艘甘乃迪號到現在為止 還沒有確定它什麼時候 要開始海市 沒錯 也就是說它中間設計的問題 需要去修改的問題呢 可能不是那麼有把握 所以才不會很快的 讓它進入了海市的這個狀態 那麼中間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福建跟它以後 以前有許許多的都有電磁系統 也就是說在福建建這裡 還是電磁系統的常規的動力 將來也許會是核動力 但是也許會是新的電磁動力 這個我們很難講 我常常說馬偉銘那個團隊 實在非常非常厲害 他們現在所講的那個 無敵艦隊裡面的 其實只要一艘就無敵艦 可以打別人的艦隊 所以是一個非常強大的換代 那麼在這裡面中壓直流 電磁彈射 還有全球首創的那個 32面向的那些雷達都是新的 那麼不但是這裡是新的 連076如果大家仔細去看的話 它的兩個艦島就可以看出來 它將來在電磁站這個地方 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厲害 一邊是以雷達為主的 傳統的艦島 另外一邊應該是它的 電磁站的這個艦島 所以我們可能還沒有想像到 未來的電磁壓制跟電磁站的之後 076就可能會是一艘 它直接可以在我面前展現的 那這些全部算起來的話 第一我覺得美國現在在做的備案 就是很快的希望日本能夠成為 它的軍工廠 就好像俄國以前的軍工廠 是在烏克蘭一樣 那日本有非常龐大的實力 可以成為美國的軍工廠 所以目前無論是它在做測試 或者是其他的這些新的概念裡頭 都會把日本做成一個軍工廠來做 主要是海軍 那包含現在它現在日本有一個 統合作戰司令部 它就負責了武器的研發 也就是美國就可以很容易 藉著這個統合作戰司令部 以前是專屬防衛嘛 現在如果有一個作戰的司令部 而且現在無論是在美日的軍演裡面 直接把自衛隊都納入 或者是它的Ring Pack 就是環太平洋 第29次的環太平洋軍演 也是把日本帶進 而且日本的人直接做副總指揮官的話 那麼你可以看出來 這個日本的武器研發 會得到美國的技術授權 因為美國到全世界 目前的美國的狀況都是 它有技術 然後有設計 可是它的製造力跟不上 所以你在從大概每個行業都是這樣 像電動車也是很明顯的 製造 創造力很強 可是你的製造能力跟不上 而且是全供應鏈的製造力跟不上 所以如果日本得到美國的軍事授權 它的武器的研製可以增加 並且現在美國容許日本 所製造的這些武器賣回給美國 所以日本就可以間接的 做軍武的銷售 因為美國本來是不允許 二戰的戰敗國的日本 去做軍武銷售的 然後現在如果賣回給美國 由美國去銷售的話 那也變成了一種給日本的 整個的軍工產業的一個 非常非常大的底氣 那這個時候呢 再加上它在國內要把現在 已經完成了像艾3跟神隊 就是EGIS 就現在像是提康多利加啦 或者是阿里伯克船上面都用的 那些系統聯合在一起 也就是它在很快的在想 怎麼樣可以補短板 因為中國大陸的長板實在是 越來越長 不但是它的換代 迭代的設計是最新的 它的數量也是很快就跟上的 所以剛才嘉遠講的像殲20 對 它的數量會很快很快的就提來 因為它跟F35要對抗 那將來如果在日本去設計 第六代的那個戰機的話 那大陸的這個戰機 是不是也要有一個相當的製造能力 才可以平起平坐 此外在海軍的這部分 就是艦艇的部分呢 大陸因為落後太多 即便是你有了像日本跟韓國呢 都不見得能夠補得上 所以那個應該到目前為止 還是它一個很難補充的短板 對 剛剛倩姐講的是說 美國製造業真的不行了 所以這個短板呢 你拉日本 韓國來 不好意思 可能還是 補不起中國大陸這個長板 這個長 太長長的 長到你真的沒有辦法補足嘛 那亮亮你怎麼看 因為呢 美國就真的很喜歡 這個拉著日本 還有韓國來抗中嘛 但是最近呢 中日韓領導人峰會也舉行了 然後呢 那個可以看得出來 很多要強調經濟的這個議題 另外再來看到是說什麼 他們希望能夠 簽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 從貿易額7700億美元 推高到1兆美元 真的 李強 現在也跟尹錫月 還有岸田為主見了面 談什麼呢 李強說不要把經濟 泛政治化安全化等等 要供應鏈暢通 然後要提到一起合作 新人員 人工智能 這些相關的領域 另外呢 尹錫月也提到 堅持一個中國 要跟中國大陸 高層的往來 擴大經貿的合作 也同意呢 要有舉行 外交部門高級別的戰略對話 副部長級的安全對話2加2 還有啟動1.2軌的機制 中日中韓的自貿協定2階段 然後跟岸田文雄的部分呢 李強說希望日本要處理 歷史啊 台灣的問題 跟中國大陸相向而行 也提到核污水的問題 岸田文雄說啊 中日關係真的有利於兩國 也有利於世界 推進了中日戰略互惠關係 好 亮哥你怎麼看 都沒有結果了 目前唯一有共識的只有 加速日本的事務層級 對核污水處理 要進一步 要有進度啦 就這樣而已 其他都沒有結果 本來就不會有結果了 目前這種氛圍怎麼可能有結果 美國也不可能讓你去談 中日韓FTA啊 那其他政治議題不可能有結果 岸田還想要連任 怎麼可能在政治上讓步 那核污水他也沒有辦法讓步啊 現在全部都卡住了啦 所以我覺得談這種議題 像我禮拜一直播 我就沒有談這個議題了 因為不會有結果啦 反而比較值得注意的是 德國揚言要停掉華為 2026要開始 這個反而是比較值得注意的發展 OK 那亮哥你怎麼看啊 因為中日韓的部分 還有包括南海的這一塊 那習主席最近也跟越南主席有通電 也提到雙邊的合作等等 然後馬來西亞的部分呢 其實也提到被問到說 那美國是不是有操控等等了 然後他說我們跟中國大陸是沒有矛盾的關係 然後更別說呢最近也很多呢 有一些來訪的這些人員 包括馬來西亞 還有包括巴西 還有包括柬埔寨 這些官員訪問中國大陸 然後呢比較有特別的是 菲律賓的房長 他就說對於台灣的軍演說 這屬於內部的事務拒絕評論 我覺得這個是東南亞 越來越不願意站邊嘛 那當然對兩岸事務他們幹嘛介入 他當然知道那個是中國大陸的核心議題嘛 所以他們當然會閃啊 那其他的有關經貿的 他們當然會參與啦 那有關美國的圍堵圈 他們也會閃啊 就是這樣啊 這個亞洲就已經切成兩塊了啦 非常明顯啦 就是日本跟韓國是被 還有菲律賓是被 還有台灣被美國拉著嘛 那其他的就是 基本上就是東南亞啦 東南亞他們已經跟中國大陸 成為最大貿易夥伴 而且未來還有很多基建 泛亞鐵路要往前推 所以你可以預見未來 雙方緊密的程度嘛 那可是其他地方就是 美國的力量還是很大 當然主要原因是因為 都有共同防禦條約啦 那東南亞國家基本沒有嘛 東南亞國家有了只有菲律賓啊 那其他日本 韓國 澳大利亞 那都是有共同防禦條約的 對 所以那個要 要能夠在中美之間站到中間 我認為有難度啦 是 比如說你說帛琉 帛琉也是被美國抓著啊 就是只要有防務協定的啦 我認為都很難 可是只要從那邊掙脫出來的啦 比如說泰國 泰國現在有美軍啊 可是他沒有防禦條約啊 那他就會跟中國大陸走近一點 大家好 我是主播張若瑜 你知道肌膚年齡可以自己決定嗎 25歲之後 招元蛋白流失速度 將大於生成速度 想要北跑跑的QQ臉 吃的保養最重要 皮膚好 人不老 真正的美麗來自於內在 實際研德國專利膠原蛋白生態 快點購 全台獨家販售 德國專利原料進口 成分天然 零添加 平均分子量 兩千巴爾噸 小分子 好吸收 重金屬 西藥檢驗 SGS檢測 全過關 品質安全 有保障 一天一包Verisol女神專用膠原蛋白 無論你是想維持肌膚Q彈 甚至產後補充 都十分推薦 在這裡想告訴大家 這不是藥 保養習慣 就要從現在開始 90天青春有感計劃 擁有彈性美肌 超級Easy 輸入推薦代碼 還可以賞有更多的 額外優惠折扣囉 超級Ea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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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Easy